人来讲就是因为是有一个关于六四的记忆的嘛 有关于那个学人 我们做的速度你掉坦克也来不及呀 这事情就发生了 可是你想我们今天看见的太多人 就是也就是一墙之隔吧 当然我不说这样是安全的 这样是很不安全的 我也不希望任何人去试着这样做 当然我也不必去我希望不希望 我知道没有人会这样去做的 因为中国人还都是很很这个明白势力的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就是上帽 就是觉得该做就做了 没太想 然后两会之前你们递交了 给两会代表递交了这个 所有的记忆 关于四川512 第二我们想政府有这么好的一个这个信息公开条例 什么国务院发的 温总理不断再说 政府要求这个信息公开 更加透明监督和这个公民的这个知情权 我们说所有的这种条例法律都在 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检验它呢 是只有我们来每一个人投入自己的这种参与 关于四川地震我们做了一年多的这个公民调查以后 极类的问题成千上万 那我们办公室呢就用大量的时间 写出这些问题来非常具体 跟专家跟学者跟律师一起的 反复的征求大家的意见 哪些问题是非常具体的 没有情绪化的 对不对 这些问题 把他们用很最平淡的话来问出来 但是要问的非常具体让人没有办法回避 那我问了这个建设部 民政厅还有这个教育部 还有当地的教育厅 还有这种公安 还有这种基金会 发出了一百多封信 可能他们政府有史以来没见过 这么详尽的这样的问卷 我估计他们看第一眼就傻了 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回答这些问题 但是我们是按法律来的 你必须得回啊 他们回了大概有可能有百十封信 全是用同样的这个句法和来谈的 第一能公开的都已公开了 第二不能公开的属于秘密 第三你们没有资格知道这些事情 那么这三条都是违反 这个国务院信息公开条例的 但是我们不这样做 我们也不能判断政府是不讲理的 或者是推诿的 或者说一个是遮掩的 我们必须这样做了我们才知道 对吧 那么我们还在努力 说你还不公开呢 我们只能告你 你甚至不通知我们 有的有的很傲慢 像民政啊 这个还教育 根本就不告诉我们 他收到信以后 七天本来应该给我们一个回复的 连回复都不回复 我只能告你了 因为我们有这个告的权利嘛 那么当我们告到法院的时候 法院也不给我们回复 那我去到法院的时候 法院说 老爷你把你这个资料拿回去吧 我们不能给你立案 我说为什么不能立案 他们违法了没有 他们不回答 他说你不具有信息 询问信息的这个资格 我说这个不是你法院要管的事 我告他们是告他们 不给我回复 具体我回复的内容应不应该 那是另外一件事 法律规定他们必须给我回复 那么他们又不跟我承 因为他们没有这个 没有道理 没有逻辑的 然后他说 这是我们给你的答复 我说那不承的 你这样答复怎么承呢 你按照法院 也得给我一个书面答复 即使你给我做不立案 你也应该给我通知的 那么这个不是说 你这样跟我说一下就行了 他们又不说话了 那么我说 你们要不说话呢 我就在这等 直到你们说话 那我做好准备 就是等 我也没有事先 没做任何准备的 但是我想我们只能 下棋只能这样 一步一步来嘛 等到下班了 他们觉得我还不走 他说我们下班了 我说作为一个法官 你不能说下班了 把我请出去吧 你如果说下班了 把我请出去的话 那我意思就是 我明天再来了 他们一看这个人太难缠了 最后呢 他们还是做了让步 就说我们把这个收回来 把你的这个 要去立案的文件 然后我们向领导再反应 然后我们再给你通知 我说你早说这话 不就没这事了吗 我们在这等了那么多个小时 在哪家班呢 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那就说四川这个事 你还是会继续追问一下 这个事我已经说下大话了 夸下海口了 我说直到 只要我还活着 我肯定是要问下去的 如果说这些名字 还有一个学生 没发现的话 那我还是会问下去的 显然我们还有 很多学生 我们没有办法发现 因为没有政府的配合 他们如果不公开 没有人能知道 尽管我们已经发现了 五千两百一十二人 但是这个离 最后还有 一百多人 我们是找不到的 可是你不觉得 这将近两年来 公民的追问 也受到了强烈的打压 一个接一个的 被送进监狱了 那么 你不觉得这个努力 很孤立吗 怎么说呢 我觉得网络给人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条件 尽管我的孤立呢 我声音并不可能被完全静止 不会说是完全听不到 但是我在想 如果我不说了的话 那还有这样的声音吗 如果有别人在说 我当然不用说了 那么如果说 我们不把一个一个人的名字 生日 哪个年纪的 在哪所学校 找出来的话 还有其他人找吗 他做人在监狱里 所以这些具体的事 是很需要人来做的 大家都说 哎呀 你是个艺术家 好像你根本不应该做这种事情 但现在我觉得 我觉得在国际社会上 大家对我还是比较能够理解 因为我每次 每次我都叹道 我是不是个艺术家 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 一些基本的事实 基本的表达的这种权利 必须得到 最一个社会的维护 这个社会 不管你是发展中国家 还是发达国家 你都没有理由 没有任何理由 来用任何的这种借口 取代对这些 基本事实的一个质问 那你怎么看待 像理线教育局的回复 那种电话 它背后是什么逻辑 在支配它们 我觉得这个社会 是一个非常僵化的社会 它因为长期处在一个 对伦理和社会道德 和甚至世界观哲学的 这种空缺下 变成了简单的这种 官僚主义和这种 一个非常腐败体系的 这么一个运转的一个结构 那么这些人显然 他们没有能力 去回答任何问题 他们可能是 从部队转业的 或者说在这样的机构 一层层上去的 那么这个机构 只寻找认同他们的方式的人 这是为什么中国 走进入了一个最大的困难 就是这个系统自身 本身是没有更新能力的 西方社会是建立在一个 理想的逻辑上 这个逻辑是说 我们有自我调整的能力 我们靠理性来完成 社会的这个进展 所提出的要求 那么中国是什么呢 说是我们靠党性来完成 这个党性是一个什么 他们甚至不能尊重 真正的党章 或者说宪法 实际上只是一个 很简单的这种 一个家族性的封建的 这种统治 还会找到 关系这个党主 可以 我